Hello 我是卡洛斯 之前有兩集都教了大家怎樣用DHT-11 配合NuketMCU來檢測溫度和濕度 之後還教大家怎樣將NuketMCU連結起Blink 開始玩IoT密聯網 但玩密聯網就不只可以使用Blink 還有其他方法 之後的影片就會一一為大家分析 講到使用密聯網 無論是接收資料或者控制家居的電器 通常我使用的就有三個方法 現在我重啟NuketMCU教學系列 年多兩年前我已經教了大家這三個方法 不想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看看我一個叫Arduino編程和應用的系列 裡面有密聯網入門、密聯網應用 其實已經教了Blink和NuketMCU的使用 之後就特別有一集說 怎樣用NuketMCU來做網絡視覆器 也正正是我們今天要複雜的話題 至於第三個方法 我就不是在Arduino的這個播放列裡面 而反而放在M5編程和應用這個播放列裡面 這集主要教大家怎樣用M5的資料 傳上去ThinkSpeed這個平台 但是既然我已經重啟NuketMCU教學系列 我就把三個方法都統一在NuketMCU再教大家怎樣用 既然上一次已經講了Blink 今次就輪到Web Server 大家一定會問 既然Blink又這麼容易用 又可以拿到哪裡都可以 為什麼還要學整Web Server 很簡單的理由就是 因為Blink只可能在移動裝置 例如手機、iPad等等的地方安裝 我在街上對著Notebook 就沒有辦法收到家裡的資料了 相反如果能夠用NuketMCU 建造一個Web Server 那就用任何裝置 包括用電腦、手機、iPad 你都可以讀到它的資料了 既然是這樣 我就拿回上一次 幫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 所做的課程裡面 Suction 2B的材料 繼續為大家講解這個IoT 好,有跟開過影片的 一定看到這一集 就是怎樣用NuketMCU 來做一個3.3W的自製電壓錶 所有的接觸方法 跟上次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透過I2C 將Note2MCU 和OLEDDisplay連結起來 接著就利用負腳 和A0腳去量度電壓 之前我們的做法 就是讀入了電壓之後 只是在OLED的Display裡面顯示出來 而今次我們要做的就是進一步 就是將這個資料透過網絡發放出去 你自然都可以 好像上一次一樣 用Blink去讀入這個資料 但是今次我們會將NuketMCU 架構成一個網絡伺服器 程式就是這樣的 看到開始的時候 一定會有NuketMCU OLED的Library 這三句就是設定OLED的配置 可以配合到最新版本的Library 這裡有一個浮點變數 設定是Voltage 下面就是設定Web Server的語句 包括上我房間WiFi的ID和密碼 特別這句 啟動了一個伺服器之後 要讀入IP Address 這三句自然是設定OLED的 至於下面就是判斷有沒有人讀入這個網頁 如果有的話 就根據以往一樣 將A0的資料讀入 接著除1023 又乘3.3 就會得到電壓 Client Response 就是另外一個指程式 這個指程式就是傳出一些HTTP的語句 去自己做一個網頁出來 大家有寫一個原始網頁 就應該看得明白了 有Title 有Body 都是寫你的壓標 接著 印出一句Strain Voltage 等於 就將剛才的浮點變數放進去 接著下面有一句 如果你要更新資料 就按網頁 都是提示語句來的 而剛才Connect Wi-Fi 就是叫這個指程式的 這個指程式主要是說接駁到之後 就是在OLED顯示 現在接駁好了 以及將IP address寫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編譯和上載了 編譯完之後 你會見到 Connecting 接著就會在OLED顯示 一個IP address 每一次都會不同的 今次是顯示 2192.168.2.114 基本上已經成功了 你可以在搜尋 搜尋 把IP address打進去 看到嗎?已經顯示 Voltage等於0.19 我們根本沒有駁電池 所以 很正常 好 那我們現在接駁兩條線 去量度電壓 Ground 還有A0 拿一個普通的電池 點著腹肌 還有點著蒸肌 這次我們沒有寫到 LED有顯示的 這裡看不到 但當我們 Refresh 搜尋的時候 顯示1.75 即是說這個Web Server 已經成功發放資料 現在我們解回電池 再Refresh一次 對 變回0.02 其實來到這裡 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 Section 2b 已經完成了 不過我想大家 勞動大開 再想想它的用途 譬如我們又把DHT11 接下去 在網頁看它的資料 可以嗎? 當然可以 而且做法都相當簡單 只不過在剛才的Code 加一些 跟DHT11有關係的語句 再開兩個新的浮點 只不過在顯示方面 改了它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在這裡 我把網頁標題 加了顏色 就出了我學校的Makerspace 的名字 而出來推出 將顯示的由Voltage 改為Temperature 和Humidity 之後自然要把DHT11 接鋒進去 再編譯了 好 編譯完 又開始 Connecting Connect完之後 你會發覺IP Address 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我很短時間內 做這個登改 一樣是IP Address 簡單來說 我就在這邊 Refresh一下 TLF Makerspac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Meter 溫度是26.3 濕度是77 我們Refresh 其實是在一路變的 不單止感覺 同一時間 我們如果打開手機 而在手機開的瀏覽器 當然你一樣要Refresh 它 你要發覺 資料兩邊是同步的 好了 經過今天的詳細講解 大家應該又再能夠 熟習多一樣 使用IoT的技巧了 至於今天我用過的兩個 Arduino Code 我都會放在下面的連結 大家可以下載下來慢慢研究 好了 今天分享就這麼多了 我是卡老師 喜歡我的STEMP影片 請你訂閱 加讚 還有分享出去 拜拜